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18世纪 但那时候最后有限 主要的开始就是用蒸汽机来拉车子 蒸汽机后来整化到输棉花 仿棉花 织布这类工作 那个是第一次公演革命 时间呢 相当长 但它用处的地方 在煤矿 采煤 以及仿杀织布 比较的有限 也有在公路上 马路上呢 开始用这个一个蒸汽机来拉个车子跑 不是火车 就是一般的马车前面摆个蒸汽机 所以那个时候呢 第一次的公演革命 只能说开个头 不能说太重要 可我要讲第二次 坐标在19世纪下半段 因为在美国的内战结束以后 美国定下心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这个规模是大 是世界少有的 是我可以告诉你两个事情 一个是在Pitsport 我们脚底下坐着 一个世界最大的煤矿的矿区 我们在Pitsport买房子 下两个规矩的 你上面的地皮是你的 下面的矿权不归你管 所以我们坐着这个房子底下 大概是一个大洞 但Pitsport的城跟箱下面都是开矿里剩下的东西 一连串 所以我们讲笑话 如果原子弹扔下来的话 我们大概踏过洞到地上去 大概我们比任何地方足够的空间多 大概1850以后 美国打完了内战 恰巧有个事情发生 爱尔兰发生十年的大灾荒 饿死人无数 爱尔兰就想逃荒 很多人逃到美国来 美国的富翁们啊 以及政府 地方政府 州政府啊 这些人来 我们很多很多空地 这个当年印第安人的木牛的地方 放牧的野牛 几百万条在这一辆中西部的旷野上跑来跑去 你森林 从Pitsport到芝加哥 森林连续不断 水 五大湖的水 等于内海 这个条件 我们用来开发 所以大量的欧洲移民 爱尔兰人来到这大概一百万上下 等到爱尔兰来来以后 别的地方 欧洲别的地方来也就来了 苏格拉来得不多 巴尔兰半岛来得多 北欧来得多 那么这些呢 到北美这块地方 就开垦土地 只要它一块钱 政府就配给你若干田母 这田母的良度呢 一个阶段的一个block 一个block长 一个block宽 这个方块宽 我们平常这个 一个方块块 大概是 一千五百尺长 一千五百尺宽 这块很大 在中国的母的话 这个都五六十五地了 所以一块钱这个方块块 不是分配给工人 它是分配给开拓公司 开拓公司付陆费 拿在工人运到美国 开拓公司给他们肥料 给他们工具 他们也自己带了工具 然后按他的人需要 派土地 订租金 这样子 开拓大开 这一开拓以后 人丁兴旺 本来美国铁路是在木马路 美国有的是木头 马路两边挖条槽 拿木盆子排上去 马车走上去不颠簸 后来用了蒸汽机 从Pittsport的自驾哥六百里路开车 一坦平洋 一条直路 从我们这里开车到Michigan中央湖 那角度直线距离四百五 Detroit的一条直线拉到自驾哥 这个三角形上面 采煤 链框 自驾哥链框 Detroit是造车 做火车路 等等等等 一条铁路干道 是从南部沿着米西西边河开上来 沿着河边开 另外一条干道是横东西开 今天在九十路 九十号路 当年八十八号都有 九十号路这条路 从东开到西 但这一段最大的一段是 从Philadelphia开到自驾哥 经过我们这里 这些条件 就这里变成世界最大的工业区 水没问题 开快有水 开快有水 燃料有煤 炼铁 这个胶煤有煤 于是后 十年之内 这里的总的工业产量 就超过了全世界的 其他地区的 加起来河 这是惊人的量 一直维持到一百年 1990才开始衰 对 我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1970来的 那时候我们看 到了晚上 半个天是红的 到白天半个天是黑的 在1920的时候 早上出去白衬衫 晚上回来是黑衬衫 所以许多华工 就是在开了洗衣座 美国人 美国人 从离开厂 就那衣服一脱 往洗衣座里面放 穿着新生 赶紧上去回家 那他领了昨天 顺便摆了衬衫 华工的洗衣座 华工的餐厅 他们来来去去的 沿着美西西碧河 美西西碧河 这一带的河流 运煤的舶船 一个大轮子 一个大火轮的拖 有一个大轮子拖 这华工就靠这个东西 做交通工具 他们沿着河流 分布这人 这你可以想象 多大的产量 你到譬如这福祉去看 很多地方 梅渣堆出来的平原 堆出来的高原 松鼠山过去一点点 河对面 今天草没有了 二二三四里路都是炼钢草 看不见的草 看不见边的烟 看不见边的煤渣子 堆在路边上 这里曾经有过几万工人 世界上最大的一次 工潮在这里发生 工人在岸上几万个工人 拿那炼钢厂里头的高压烫水的 一百堆以上的水的管子 向河里冲 向工厂里冲 河里边保镖的标杆 过来的在里面 铁板架的做屏障 后面架的枪在射 这个打仗的样子 Dietroi的汽车 从Dietroi的一直拉到纽约 一直拉到Adenauer 无数的招牌的厂 最有名是Fort 但Fort厂不是因为它发明汽车 它发明了流水线型的工作线 零件派在工作线上 工人站在工作线旁 一个要合成的机器 在滑动的台上 一路滑过去 到你面前 你赶快拿你的零件 背上张螺丝钉 你这两分钟时间 这个加速度的进行 这类事情 除了这里以外 美国发明的东西 跟欧洲发明的东西 电器 电灯 电话 电报机 发电机 这个车里面电动机 等等等等 Edison 它的一个主要的产业 还在这里 一公司 它还有一个Edison Lab 在纽约 Edison那个穷孩子 它一个人有 一百多种发明 但是 并不能公平 它有到欧洲发明 拿来抢先登记 嘿嘿嘿 这个官司到现在没有完全大了 呃 在四年前 美国国会通过 向 意大利人 法国人 英国人 做总的道歉 说 当事实察 那所有他们的发明东西 改进东西 都到美国发明的 我的上司 我的上司高坤 中文大学校长 被他借取的时候 我认他上司 他拿诺贝尔奖 就是因为 这个光纤电路 拿着光的纤维做电路 不拿电线 是这样发明的 可以 一个光纤可以载无数的电子 这类事情 火车 也不是美国发明的 但美国做成功了 火车在那个时候 1850左右 不仅有这条 90号 还66号 是从纽约一直通到 九金山 还42号 从 南亚村 从阿兰塔 一直到洛杉矶 这两条路 划工修的 十九十下半段 太平天国完了事以后 大量客家的军 这个太平天国军人 解散了 不敢回家 买 因为租载 就是卖劳工 一传传卖到美国来 卖到中美洲去 到美国 掏金 做路工 做 开这个 田姆的工 他们没有得到的权利 没有得到这个 脱子公司 卖地给他们权利 在西亚没做那些事情 可惜了 原来劳工 我们不知道总数多数 大概五六十万 就造了天地的工 死者无数 但没有像阿尔兰人 这个巴格尔人家 得到 一个 铁木 让你落乎生根 反而是给你 以华工例外的 排华率 不让华人进来 这是白人不公平的地方 那总的财富 就累积起来 在十九世纪 大概不到晚的时候 他已经修订成全世界 财富第一 因为这些东西 铁路通了 铁路通了 中间广大的铁木 被在牧场 被你种麦子的 你要去参观 一定要走一次参观 我建议你坐火车 或者灰烈狗 再来再跟你谈这问题 看看大田广木是什么景色 铁路所及的田母 中西部各州 就发展了现代的农业 育种 加肥 杀虫 玄种 配种 种种的事情 农业生产 比自然农业 自然 天然肥 人肥 猪肥牛肥 便宜也好 于是 中西部各州 從紐约州 开始 紐约州 东南州了 应该从Michigan开始 Michigan 一直 到我们这里 一路到 到Nebraska 每个州都有个农业大学 农业学院 专门发展现代化的农业 这些学校 后来变成 州立大学的一把手 今天州立大学里面 长春城 州立大学的长春城 是Michigan第一 Wisconsin第二 OK 造成了财富 我们这里 Carnegg 练钢 开铁路 这个人 苏格兰人 到这穷孩子 跟他爸爸妈妈来的 到一个 扫地 看门 那个人 办了一个 电报公司 不叫鳥 叫电报站 晚上呢 他就守电报站 他来了 他就收下 接下来 第二天的早晨 他老板叫 发财机会来了 老板叫什么 这个电报 叫我们送到哪个地方去 要在这里过铁路 要叫大铁路 一直到西岸 这里是逼津之地 老板问你什么呢 你去组织公司 我帮你做 他开铁路 我们做 我们做火车 车头让车出去 我不管他 我做货车 做客车 那你怎么做 火车 用马车的办法来做 平台车就是货车 四个板子拉起来一算 客车 平台把那木头 架成小房子 现在木头便宜的很 早点做 早点买 先去一层桥 来配 老子快吧 卡内基 没有孩子 到今天 他的财团 都是基金会 卡内基·麦隆 就是他办的 博物馆他办的 全贱宾州的图书馆 公立图书馆 小立图 小学图书馆 正山图书馆 全苏格兰的图书馆 总图书馆的分馆 都他捐的 全埃尔兰的医院 他捐的 了不起 他现在还有他的 弟弟的房子还留在这里 他自己的房子没有了 但他的火鸡的房子 也还在呢 一个花园 里面就成立一些大东西 这种人物 当年出伟人 也出伟人的伟大的事迹 Ford造车 Cressler造车 Bill 打电话打电报 Edison Dupont 做药 做肥料 做火药 尤其做肥料 Johnson & Johnson 做肥料 做小孩药 做药品 这些到今天 都是 企业没有散 看那个全国家了 但是 像Rockfeller 芝加哥大学他捐的 Rockfeller Center 他捐的 New York Rockfeller Center Rockfeller大学他捐的 无数的东西他捐的 都是有作为的人 很多很多 Ford MIT里面一般的 Labs他捐的 从那个捐起到今天 你看 芝加哥大学 这么大的大学 Rockfeller读资 M5师 所以你该办个大学 然后你办神学院 不行办个大学 以上支票 过了三年 他拉着Rockfeller 我们祷告 Rockfeller干脆告诉我多少钱 又一张支票 就如此怎么办了 芝加哥大学 办了四家大学 第一流 所以他们这批人 是英雄 是浩瀚 那美国造出来了 所以像我从这里讲 全世界 欧洲怎么行行 三个基地 普鲁石就是德国 跟法国之间 有块大的煤矿区和铁矿区 叫Rockfeller 这两块拉鞠 普法战争 德法战争 一战二战 谁赢了谁拿这块去 谁输了 两个人啊 到今天 还是工业区的中心 两头延伸 英国一个岛 整个的苏格兰 大概都是它的工业区 第三尺都是没 什么三尺 三十尺 七十三尺 百八尺都没 苏格兰就是大石头 大石头 大石头 没工丝嘛 这些地方 这两个地 这欧洲这两个地 意大利没有多少 巴尔干没有多少 西班牙跟葡萄牙没什么 就跟我们讲的 海呢 赫然没地皮 说不上来 比利时一点点 捷克一点点 我们就讲 普法那块 加上英国那块 加起来 赶不上美国这一块 等到我们西安开了以后 西安还有一个大的工业区 在西雅图 一个大的工业区 在加州的中间 还有一个大的工业区 在Texus南部 那三个大工业区 加起来也对 这个大工业区 它多一倍 换句话说 有九个这么大的工业区 你怎么能说 世界上不大 这一大半 OK 现在我们讲 相当非常的历史 这些工业 过去是赚 日用品的钱 现在是赚 原料加工的钱 机器钱 机器的母鸡的钱 机器的帕子钱 美的钱 石油的钱 石油的第一次菜道 在宾州 离这里一小时 拿来做灯油 我小小小看的灯油 我们叫洋油灯 我们叫洋油灯 他那个山家 阿帕拉琴 跟我们的阿里根里 是一条矿 麦 所以他们那里出的煤矿 很多 煤跟 煤矿跟石油 是并存的 低地是石油 高地是煤 因为煤是 树杆子的 炭化 低地里面是 海底里面 湖底里面 动物的炭化 洋克菲尔就是他第一次采到石油 然后他发现 Texas 那么大个内海 底下全是石油 然后看到 加州那边 刚刚翻上来的 断层 背些层 都是石油 美国石油矿产 不亚于中东的那块沙漠 油脂还更好 天上掉下来的整个美国土地 它能不富吗 OK 它都变成它的足够了 全社发展工业都往那里买机器 要坐车往那里买车 要把火车买火车 要轨道卖轨道 什么叫买 英国从前是靠 植布 仿杀 过日子 织羊毛 翻尼龙 英国后来 在他的殖民地 他也是从原始的上游工业做起赚钱 这钱赚得大 东方 有两个人出来了 一个俄国 一个日本 1895 兵败大洞沟 日本拿了东北 日本勾结了朝鲜的东学党 米飞 打败了大远军 太上皇 夺取了几百年来没夺到的朝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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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